合力抬担架运送伤患 加萨民众紧急救援 因为这里稍早遭遇轰炸 一家大小在睡梦中丧生 居民情绪溃提悲痛怒吼 但这样的惨况几乎随处可见 五岁小生命的消逝 让这位父亲一时难以接受 另一头这边也经历丧子之痛 抱着婴儿冰冷遗体 男子眼眶泛红衣不舍不愿放手 同个场景却是两样情 大火私利逃生 阿嬷高喊真主至上 战火下的加萨家园面目全非 有人信任存活却得面临心理创伤 六宝妈抱怨小孩患上后遗症 听到些微声响就下坏 警察逃到联合国学校 阴影依旧还在 一大家族三十人都遭灭门 在美国经营眼科诊所医生的兄弟也罹难 而这回死伤惨重的多数是小朋友 远在美国的加萨民众接获心碎消息 纷纷在社区中心为那些 还没来得及长大的年幼孩童祈祷致哀 TVBS新闻做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